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数位公民 那这个网站呢,是我们今天的教学网站 它叫做数位公民follow.me 那你想要搜寻到它呢,很简单 你只要在我这边打上网址 我的网址是gg.follow.digital ok,那这个网站呢 是关于网路时代数位公民素养的教育学的相关议题 还有一些你可以应用在教学上的一些资源网站 那为什么会成立这个网站的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教育部现在把数位公民变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除了大家熟知的coding 就是有城市的运算思维的教育之外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我们的媒体素养 那媒体素养这一部分呢 我今天把它范围放大一点 就是所谓的数位公民 好,那我们不罗嗦,我们就广快看下去吧 那今天这个研习的教学目标主要是 希望让大家能够认识数位公民的范畴 讨论数位公民的相关的议题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希望研究这个网站啊 很多议题的收集 很多案例的一个CAS的分析 希望大家能够一同脑力激荡 然后也分享相关数位公民教学的资源 和可行的一些方法 那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希望教师能将数位公民的课程议题 有效落实于学校的教学当中 也就是说呢 很多教育部接下来的课纲的计划呢 课程计划都会要求各位老师能够在 撰写课程计划时在各领域呢 都尽量能够融入就是所谓的媒体素养 或是说资讯素养这个部分 那这是也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 好,那第一开始我们先强调 什么叫做数位公民为何如此重要 为何如此重要 好,那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那很简单就是 数位公民可以 我们应该是说每个人都算是数位公民 因为现在是身处于数位科技的时代 那身为公民的话就有应尽的权利跟义务 那这个数位公民的议题 其实就在探讨我们在数位领域当 数位的领域世界里面 那我们应该享有的一些责任跟权利 然后最重要的是呢 我们并且能够用我们的一个知识能够解读 并且分享到世界 来自于世界各地啊 每天啊 网路上的各种资讯 然后并且和网路上的人啊 或者是社群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人际互动 良好的人际互动 好,那我在这边光讲 没有依据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Facebook 它成立了一个数位公民的相关的一个网站 这是一个教学的网站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所谓他们的数位公民的一个计划 它这边有简单的一些数字啊 比如说目前有2082万的全台湾上网能够数 然后在台湾呢 有89%的一个社交平台的普及率 它是全亚洲最高的 好,但是在台湾的新闻新闻程度的话 就是只有28% 好,那这个网站呢 就是在Facebook它用来推广 就是数位公民这个议题 用的一个网 所打造的一个网站 那大家可以 如果有教学的需求的话 可以进去看一下 好,简单来看一下 它说它有提供我们的资源 给进去看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相当多的主题哦 相当多的主题 那其中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话 就是在学习单元这边 学习单元这边 它可以下载非常非常多的数位的 关于数位公民的相关的教材 相关的教材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点进去看的话 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PDF档 比如说什么是网记网路啊 好,然后再的话 再随便点一个 身为数位公民的 你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这边老师可以去做 相关延伸去应用 那另外一个话 它我们再还有一个叫做数位资源的课程 好,那这边它就有 有很多很多的主题 那比如说隐私和声誉 我们点进去看 好,那这边的话呢 就老师们 它有简单的一个教学的指引 那老师们可以直接的去做使用 所以呢 Facebook它打造了非常完整的 一个线上的数位公民的教学 资源与教学的指引 那老师们 给老师们参考 那我们就回到主题哦 为什么它要今天 Facebook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Facebook其实它是一个盈利的机构 盈利的事业 好,但是它做这件事情 其实对他们本身的营收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因为大家都可以知道 在过去一两年 Facebook被为人所诟病的就是他们在隐私权的问题 还有他们打造这个 这个Facebook脸书 脸书世代下很多青少年在上面 因此有衍生出非常非常多的相关的问题 像网路霸凌 然后隐私权的被侵害 然后甚至在网路上非常多的冲突 甚至版权的问题 在Facebook这个社群 新时代这个社群媒体当中 产生非常多的 让人家讨论的空间 就是有很多很多问题因此产生 那也是它为什么要成立这一个 这个网站 希望能够就是 让对教育有所有一些帮助 因为它前几年它也被告 甚至因为隐私权的问题 被告上法院 他们进行你又有改变 相当大幅度的改变隐私权的这个问题 那也同时在推广就是我们的 这个数位公民的一个教育 好那它除了在网路上成立这个网站 给各位老师参考 家长参考之外呢 它其实有办实体的活动 那我很有幸在2019年 大概11月底的时候呢 在新竹大圆版去参加了 他们的一个实体活动 那实体活动的课程其实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它派了一台车子 然后一台车子 那车子满大台的卡车 然后打造了一个 类似于教室的一个环境 然后放了一些看板 然后现场一些工作人员 可以跟你做一些互动 那主要的话就是希望能够 让借由参与者了解 什么是数位公民的议题 有哪些议题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然后要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优秀的优质的数位公民 成为有责任的数位公民三部群 那在现场啊 因为长官其实也非常重视这个活动 那我们的副市长也有力领参与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一定会说 会想到做出了 Facebook这个社群的 社群的剧情 网络社群的剧情 它有做这个推广活动 那有没有其他企业也有 当然Google也有做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上课 学生做作业都离不开Google 那Google它同时也推出很多 线上的数位课程 那Google的课程就非常的简单 就比较偏向刚要指引类 指引类的 那同时呢也是可以给老师们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参考 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的资源 好那我们继续看哦 那在数位公民这个主题前面 我们必须要先知道一些知识 好那一开始呢 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的网络时代的一个发展概要 那我们有引用时代杂志 的封面 那大家都知道时代杂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世界性的杂志 他在每年都会票选 就是选出当年度最具代表性的封面人物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啊 比尔盖茨啊 然后贾博斯啊 然后马克祖博啊 都曾经 称为 时代杂志封面人物 他们很明显都是一个科技 跟网络时代的一个代表 上面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利 我们只是一般的小老板心 可是在2006年那一年啊 大家可以发现就那一年啊 就是像很多的一些社群媒体啊 还有部落格啊 还有一些个人的网站啊 都雨后春春的展开了 尤其是YouTube 那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去编辑制作自己的影片 甚至能够做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工作者 等于是有很多的一个个人的影片啊 个人的一些网站 因此像雨后春春般的诞生 逐渐的发现呢 很多很多的素人都变成了 可以很自由的去发展 发表他的言论跟想法 甚至创作他的作品 然后同时也会吸引到很多的乐听者去收看 因此我们的大众的一个乐听 方向啊 从传统的主流的一些 比较具权威的 离我们生活很远的一些官方的媒体 或者是说报纸杂志 然后转变慢慢的开始转变到 就是个人啊 有个人出发 因此有所谓自媒体的概念出生了 那我们又把它称为Web 2.0的时代 那相对于1.0时代 2.0时代就是 让阅听者有非常大的权利 那1.0时代的话就是阅听者啊 他只能当作被动的一个收听者 被动的收听者 所以是最大的改变 那如果老师们呢 有兴趣想要再去了解 什么是Web的眼镜的话 那我这边这一部影片呢 讲得非常好 那我简单概述一下 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 他在讲的就是Web 1.0 2.0跟3.0的改变 那1.0我们刚才讲过了 就是被动 我们没有办法在网络上面 有太多的想法 我们就被动的接收讯息 就是看一个网页 那我们也没可能也没办法留言 就是看就是看 就是有看而已 但2.0的话我们可以 在上面看 除了看文章之外 我们还可以发表我们的言论 那甚至我们可以自己发布文章 然后去吸引我们的乐听 对我们这个主题有兴趣的乐听者 像现在跟老师有很多相关的 像什么温老师贝克帕很有名的嘛 是不是温老师 他也发表很多的想法 或是他请他的社团的成员 也发表他平常对于教学的一些想法 跟教学活动的设计 开始有自己的媒体的创作了 交给我们普通普罗大众 那3.0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就是变成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时代 大家可以发现 现在手上带着 你可能带着智慧型手环 他随时在监控你的体温 心跳脉搏血氧 甚至家里面 你的冷气冰箱都连上网路 你可以远距的控制 甚至现在更厉害的 很多电动车特斯拉 比较先进的车子 甚至可以远端的遥控 可以让你还没有在上车之前 就先发动引擎 然后先让冷气开起来 让消费者使用者 更好的使用的一个体验 这就是所谓3.0 大家所有装置都连上网路的时代 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应该跟大家分享 就是抖音 那抖音这是我们 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媒体 因为其实抖音在青少年 尤其是在国中 小国小时代 他们算是最爱用的 那跟我们这个可能三四十岁的人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大的差距 因为我们可能看比较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比较喜欢 看一个比较有组织 甚至有主题性的 完整的一个内容 但是他们不一样 他们喜欢片段零碎 而且短 非短 但是要有马上就要吸引的目光 吸引着耳朵的一个非常短的媒体 叫类似Twitter 这一种短媒体 然后把它类似于Twitter这种短 非常短 速成的影音媒体 那这边这个影片 老师没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它关于是抖音上网路沉迷的搞笑影片 你顺便熟知一下 到底抖音上面是怎么去呈现这种媒体的 怎么样去呈现这种青少年 为什么会这么爱这种媒体的东西呢 你看完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还算是蛮长 有经过剪辑的 很多很多抖音的影片都是一首歌 一个舞蹈 就突然就end了 就没了 但是青少年就是爱看 那你可能你也会 看了几步你就非常沉迷 因为就是让你没有负担 轻松 但是又会生成吸引的目光 那当然也有相当多的教育议题 在抖音泛滥的时候 但是呢 比如说网络上就很提出 抖音音响父母白养 就是说 短影片让学童弱智化的讨论 相当激烈 对 然后影响了那个所谓的阅读教育 传统阅读教育推动 学生习惯的这种 很短的音音 而且很强烈的背景音乐的时候 他们对于传统的阅读可能就失去了兴趣了 当然有好有坏 但是也必须让老师知道 这是我们现在青少年 学童最热衷的一个媒体 好 那我们继续 那这边的话呢 也要顺便讲古一下 就是跟老师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在台湾 也有非常多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社群媒体 尤其在过去非常著名 如果老师没有听过 之前有教过电脑课的话 在十几年前非常有名的就是亚拙式 这算是台湾的一个教育社群媒体的一个始祖 那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多去了解 那再的话很多很多 可能七年几生啊 八年几生 六年几生的一个回 共同的一个回忆是无名小站 这是由台湾交通大学所创造的 他原本是个BBS站的 他创造后来也被卖给雅虎之后就没了 后来就因为脸书的出现 脸书的出现就彻底把这种 这种介于web1.0跟2.0之间这种媒体给打趴了 因为脸书真是一个互动性非常强的一个世界级的一个 新媒体新的社群媒体 然后再来的话最近 这个年代80年90年代的大学生 高中生他们红的就是D卡 也是一个社群媒体的一个网络社群媒体的服务 好再来的话就是PTT实业方 就是各位老师应该听过 现在很多的新闻 他们的来源往往都是从PTT 那我把它定义成就是 算是使用者可能会偏向于3040岁 3040岁比较偏向这个 精英网络上的比较精英类型 因为在过去要注册帐号 PTT帐号其实并不那么容易 可能会需要是 一开始先有台大政大的学生才能够去注册 后来慢慢普及成大专院校 加上它使用上面有一些门槛 不像传统的网站这么直觉 它是BBS需要靠键盘 靠键盘上下左右键 还有一些快速指定来做一些操作 所以它门槛相对的高 可是这里面却有非常多的一些知识 跟讨论都非常的有价值 甚至有产生非常多的一些名人 那甚至现在也变成所谓新闻记者 来抄新闻的一个地方 那也产生很多名词 像湘民 湘民就是网络时代一个术语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些 简单的一些活动 让老师们猜猜看 这些是关于哪些社群媒体 你可能会用过的 那我这边特别提一个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就叫做Podcast Podcast老师们可以去试图了解一下 如果你是在iPhone 使用iPhone 苹果的一个系统当中 它就会有这个Podcast的节目 然后非常非常多 在过去还没那么多 但最近几年 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在家里面做自媒体 那相对于影片的呈现上面 会比较高的门槛 那有些人可能也不喜欢露镜 在视讯前面露脸 那是Podcast的话 它就怎么样 就用声音录的 那现在也非常多的 比如说教英文的 教你旅行 分享旅行的 或是聊聊天的 谈股票的 非常多雨后春春班 这也是另外一个新兴的媒体 那用这个耳朵听的 反而没有 比较没有像眼睛 会有比较疲劳的问题 这老师们可以看看 里面上面有很多的一些 这样英语的一些教学资源 OK 好那这边的话呢 再跟大家 再重新提醒一下 那我们今天谈论数位公民 这个主题 一定要谈论到自媒体 因为自媒体的发达 雨后春春班的展开 是我们谈论数位 今天会有数位公民 这一个主题 相当重要的一个种子 因为各个自媒体 不断的发扬 发扬光大 因此越来越多的 很多人在上面创作 公民这个议题 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 OK 所以自媒体这个定义 简单来说就是指 现在普罗大众 借由网络的手段 像不特定的大多数人 或特定的人去传递 一些资讯的一个新媒体 而它不同于往是从上而下 以往是从上而下的传播 它现在是由下而上 有草根庶民的传播力量 往上带上去的 所以叫草根媒体或个人媒体 然后它这边又强调了 web 2.0时代的一些代表性媒体 脸书 instagram 微博 还有tiktok 抖音 要特别再强调一下 它是由下 有庶民 有最下 往上传 下上的一个媒体 叫做自媒体 有幸运老师可以去看这一部影片 好 那接下来我们广告进入主题 好 那这边呢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数位公民的九个素养 那这边呢 不是我乱说的 因为像数位公民这个议题呢 其实在美国啊 在 在2011年呢 就有人提出了 用这个名词 这个名词 它是一本书啊 一个教授他提出来的 它主要分成几个部分 那这几个部分呢 我把它做一个整理 还有跟达分 14做一些结合 还有现在教学的一个趋势 然后做一些延伸 那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主题就是数位使用 那数位使用的话 我们会谈到数位落差 数位机会 深深有平板 现在最火红的计划 那再来第二点的话就是 数位商务的部分 然后会谈到双11克金 斗内 电子支付 虚拟货币 NFT P2P 大数据 那第三点的话 会跟大家分享到数位通讯 网路用语 迷音 长辈图 超文本 语域网络 资讯 视觉化 直播 那第四个部分的话 会谈到素养的部分 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部分 然后Google Trends 网路温度计 媒体素养 内容 农场 剑桥分析 还有懒人包 什么是懒人包 大家都听过 那第五个的话会是数位礼节的部分 聊天 用智心理学 数位霸凌 网路影视 网路交友 那第六个的话会叫做数位法律 Defag 漏搜各自法 著作权法 免费共享 自由软体 那第七点的话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数位权力与责任 创用信息 二次创作公共资争参与平台 公开资料的Open Data 第八点的话会跟大家分享数位健康 比如网路成云 网路乐界 监管软体 第九点的话会跟大家分享数位安全 校园自动安全报告 教育部 自动安全平台 社交工程 钓鱼网站 行动装饰安全 然后行动支付诈骗 密码供给 一页式诈骗网页 那第九点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校园 在扮演习特别强调的一个主题 数位安全 也就是所谓的资讯安全的部分 好那第一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数位使用 那数位使用 我简单给他一个主题栽要 就是说教育就要米平 数位要米平数位 如果我查就必须说divide 这一个这个问题 那是每位学生有接受数位机会 平等的权利 平等的权利 那数位机会中心 这是一个关键的名词 那在过去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偏乡的地方会成立的数位机会中心 那过去两三年前在高峰国小 有成立数位资讯站 就是让一些比较没有办法 就比较弱势 比较没有办法 家里没有一些相关设备的人 能够来 假日的时候能够来够使用电脑 那有问题的话 可以询问住站的老师 那就是一个数位机会的概念 让真的所有 有没有家里的 有没有电脑 没有设备的人 都有机会去使用到这种 三系的产品 那甚至可以寻求别人的帮忙 那现在因为实在太少 几乎家人人都有手机 就算没有电脑也有手机 所以它现在转型成 偏向数位应用经济计划 反而变成说 有点在帮助社区 传统的一些农村社区 像我们的宝山 有一个叫封堂 新城封堂的地方 来做一些社区的营造的部分 比如说把他们做的产品 如果在网路上进行社群的媒体的行销 或是架设网站部落格 或是拍摄影片 来行销自己的农产品的部分 好 那再的话呢 第二个的话 就跟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台湾网路报告 那台湾网路报告 我们点击去看一下 好 在这一份报告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关于 这个数位落差的分析 那在台湾上网率 偏向跟非偏向 的确是有一些差距 但是没有大家想象 从这么高 83.9%跟70% 那办这几年的一些上网频率 大家可以去看到 就是在偏向跟非偏向的部分 比较差 差距比较小的是这个无线区域上网 因为也代表着政府 在基础建设上面都相当齐旋 你可以在邮局 火车站 公车站 然后 甚至 湖镇事务所 都可以享受到 所谓过去 就是爱台湾的上网设置 所以差距是不大的 那 差距比较大的话 就是可能是在这种上 就是固定有线网路的部分 差距会比较大一点 其他部分并没有这么大 所以他这边可以点出 可以有一些趋势的一些报告 可以让你看到 那目前 上网的一个状况 其实都蛮齐全的 都蛮普及的 那除了到就是在55岁 50岁以上 会慢慢的往下掉 就是在65岁以上 可能就下降了非常多 上网的人数就 反而是少数 那在外导的部分的话 这部分的话 上网的部分 也会比本岛差一点 毕竟在外导 离岛 OK 好 那可以可以看得到 简单的一些数字报告 给大家知道 好 好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他这边做一个很有趣的统计 就是说大家上网 到底都爱干嘛 不论是偏向还是非偏向 大部分现在都是变成了 拿来即时通讯用 在打 取代传统的电话 然后再来的话 可能就是买shopping的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看新闻资讯 大概就这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 那不管是偏向跟非偏向都差不多 还有也是类似 收看新闻网路或相关的生活资讯 然后这几个部分 所以这一份报告 如果你有对于数位落差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看一下 里面有蛮多的一些量化的一些资料 跟直信的报告 好 那这边他会跟大家介绍一个名词 叫做数位原生跟数位移民 那什么是数位原生跟数位移民呢 也是我们在探讨数位公民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 那大家可能 数位原生的话 就是他是所谓的数位原住民 可能现在的小朋友 国小国中生高中生 他们一出生的话就有网 他们就习惯在网路上的 非常习惯使用网路设备 而且天生就非常会使用三系产品 那数位移民的话 可能就比较偏向这种30岁40岁以上的人 他们小时候可能没有 可是到了求学阶段 国中高中的时候 可是慢慢接触这种网路 还有电脑软硬体的部分 他有一些概念 慢慢有一些概念 并不会完全不懂 那相对于数位原生跟数位移民的话 另外一种就是数位难民 那可能就偏向年纪比较大的 那他可能完全没有过去 几乎很少在求学生长背景当中 几乎很少就有这个机会去碰触网路 三系产品 因此他在长大之后年老之后 他在使用上面会有非常大的障碍 我们把它偏成叫数位难民的部分 所以这是一件事 好那在相关的政策实务方面 然后可以看到什么是 BYOD 就台北市一开始就很早最先提出的 就是在带平板取代传统课本来上课 那他这个计划呢 他其实有强调就是说 在企业界啊 有一个调查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发给员工 3C产品 他上班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就属于他的 会像比较大的认同感 产生比较高的一个生产效率 那相对于应用在学生就是 他如果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用的品板 而不是大家 这个品板是借来借去 用来用去 换来换去的话 他在学习上面或许会有相当大的提升 那教育部也呼应了这个过去这个计划 就是希望能够让小学统啊 能够深深用品板 深深用品板这个计划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一些关于一些 呃数位公民的一些权 权力跟责任部分 好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社大学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 好那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跟对 比如说现在最火红的什么ESG啊 企业ESG 大家比较所熟的USR大学社会责任部分呢 也是说就是身为现在的公民 身为公民 拿这些大学企业啊 拿了人民的纳税钱 拿政府拿人民的纳税钱 然后给这些 扶持这些企业 还大学 尤其是鼎大 他们拿到了很多人民的纳税钱 甚至很多的很多的资源 他势必要对我们 就是 这种 中小学的教育有一点贡献 所以大家最近这几年可以看到就是大学相当多的活动 尤其是在关于 这种 资讯方面 资讯上面的 好像交通大学 之前就办了一些活动 我想大家可以知道Rawney这个名称嘛 他们就是在 进他们的大学的社会责任 那这也是 也让现在的学生就是 可以知道的更多 让我们中小学可以跟 大学做个 连结 在教育上面做个连结 做个连结 可以做更多的应用跟推广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在针对生生平板做一个介绍 那生生平板这边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知道 其实总结来说有三个方案 第一个就是Windows笔电平板 他这边会强调的就是军规的平板 军规的笔电 就是可以不要让你的笔电摔到地上就坏掉 然后所有的学生玩一玩 键盘就掉下来 然后萤幕可能比较耐撞 不会破掉之类的 那这是第一个方案 那有些县市会选这个方案 那第二个是Quangbook笔电 就是Google笔电 那这边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Google笔电蛮特别的 如果老师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打听看看 因为框布笔电是非常非常便宜 大概一万出头就有了 那他强调一个就是他没有作业 没有 没有他主要的重点是一定要在联上网络 去使用网络的相关的应用服务 那他采用这个方案有什么好处呢 他硬底不是很强大 但是他价钱便宜 可以让原本只能买一个装饰 买一台iPad 他可以买三台 可能买两台三台 可以让这个普及率更高 设备普及率更高 那第三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Apple iPad 那每个县市都有不同的取向 那感觉大部分还是选择Apple iPad 你大概就觉得蛮好用的 而且简单好细带 那有些比较高中的话 他可能有做一些科展 或是做一些 比较需要运用到键盘 然后要跑一些资料的话 可能会比较偏向用Windows传统的笔电 这边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这个计划里面的提供了哪些设备 好那我们第一个单元就结束 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就是数位商务的部分 那数位商务部分其实就简单来讲 就是大家最熟知的网路购物 网购的部分 那这是大家常见的电子商务 那相信大家一定都有网购 很多很多网购的经验 身为现代数位公民 好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可以跟学生分享 跟老师分享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所谓的购物节的一个由来 购物节的由来呢 简单的大家最常听到就是双司翼 那我这边有一个心得感触啊 因为其实很多过去很多很多的 节日跟文化都是我们在过 西洋人的节日 像圣诞节 什么复活节 很多很多的节日都是 但是他们不太会过我们的节日 那我觉得这个购物节啊 是反过来 就是由大陆的这个阿里巴巴 还有那个淘宝 他们所出来的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则影片 到底购物节这个名字 是怎么样从大陆窜起来的 那相对 那后来的那西洋西方人呢 他们本来也是有购物节 也不过这个双司翼它在世界上串通的速度很快 也影响到西方那边西洋那边的一些活动啊 所以在双司翼他们也会去办购物的活动 那双司翼大家有兴趣可以看这则影片的介绍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所谓的购物节 购物节 好那现在学生呢 在购物上面呢 非常非常的有心得 尤其他们现在手游 用手机购物 做相关的订阅啊 那大家可以听到客金这个名字 那客金的话呢 简单来说 就是进行着手机的微支付 小额支付 去 比如说他们去买一款游戏 网路上的游戏 那网路上游戏 买下来啊 定期的付钱 然后或者说他们这款游戏里面的一些 哎 宝物啊 或装备啊 就需要扣 就是线上的付款 就叫客金 好那另外的话 一个名字就是斗内 斗内的话呢 就是我们简单来说 因为现在网路上直播啊 网路上的直播活动 非常非常的多 什么卖海鲜的啊 卖更何东西的啊 然后甚至拍影片 拍YouTube影片 做频道的人啊 那大家的乐听者啊 都吸引各自有兴趣的乐听 乐听人啊 学生呢 学生们也常常会听到 就是斗内这个名字 干列这个名字 就是我去支持他 那我觉得最 转型最特别的 大家应该会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就是所谓我们中天新闻 因为中天新闻 至少NCC在一两年前被关 他们频道被撤台之后呢 他们现在转转站为网路新闻 网路新闻在YouTube上面播放 然后大家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 他们播新闻的方式 跟我们传统的 看新闻的方式不太一样 播新闻的互动力 非常非常的强啊 随时啊都 下面就会跑一个跑马灯 就会播说 那个 谁啊 谁啊 网友又抖内了 他马上就 就会播出来 而且甚至主播当下就会讲 感谢某某某的抖内 然后 甚至 播一播马上也会 会怎么样 希望大家抖内捐款的 捐款的账号 或者是说 然后呢 播一播一会开始卖一些产品之类的 因为 毕竟网路上的 必须非常的竞争啦 那广告收益没有传统电视还得大 他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继续经理 那 老师们可以比较 让学生自己去体验一下 就是说这种传统播新闻的方式 跟我们现在这种 网路播新闻的方式 哇真的差异非常大 好 再的话 在数位商务方面呢 你一定要 一定要知道 就是所谓的电子化支付 NFC改印 扫码支付 第三方支付 电子支付 非常多的名词 相信各位老师一定有 使用 你的支付方式 那这种支付方式的诞生 也因为的就是网路的发达 跟 跟 金融科技的一个健全 的发展 那比较特别要强调的一个概念 就是老师们必须要知道就是所谓的第三方支付的概念 那第三方支付呢 譬如说各位老师能够在虾笔上面购物 在传统的交易模式上面呢 哦 我们 买家 要买一个东西 然后呢 就会把钱付给卖家 当卖家 东西没寄来 或寄来东西品质 很差的时候 那我们万万没有办法 就 就引发了交 消费的 交易 纠纷 消费交易上面的纠纷 那 牵扯不轻啊 那可是啊 经过第三方支付 就说我们今天付钱啊 像虾笔他有一个第三方支付 今天付到第三方的 第三方的 公正的银行 它跟这个交易是没有 第一关系的 然后呢 当消费者 收到了这物品 确认没有 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按付款 哦 没有付款 然后第三方的 公司再把这个 我们的钱啊 再把它丢 再还给 再汇给那个 所谓的卖家 哦 形成这样的交易模式 是比较健全安全的 哦 当我们这东西不喜欢 我们就不付款 就可以直接的退货 哦 因为钱没有卡在 卖家手上 那变成整件事情 变成单纯很多 也减少很多交易的纠纷 OK 然后再的话就是网路上的一些 呃 就会提到一些 呃 制度性行销 那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 业配啊 大家可以发现现在的影片 哦 或者是说网路文章 业配非常的重 哦 因为也就是 也代表这种 网路传统的 这种 新兴的这种媒体啊 哦 非常的发达 甚至有超越传统媒体电视购物的一个 一个 一个零价电视购物的一个趋势 哦 大家在业配业配 啊 OK 好那这边的话 在消费的上面的话 如果老师没有兴趣的话 就比较偏向学术性的资料 有一个叫做bdata 叫巨量资料 大巨量资料 叫bdata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这个东西的诞程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网路上啊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的电脑 虽然 网路服务虽然非常的方便便捷 但是他其实也不是善类 哦 他其实也不断的在收集 我们的使用者资料 哦 使用收集我们使用者 所以他知道下一个 他知道你 久而久之 他会知道在电脑面前的你是谁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的年龄层大概几岁 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你的兴趣是什么 所以当你每次打开某些网站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些广告 那些网站的广告 总是那么不够贴近你的需求 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位女性 喜欢包包 喜欢一些衣服 你就会发现 总是会有一些 一些我卖衣服的一些商品 还有店家的广告 就会投放在你的网页当中 网页当中 那今天如果你是因为男性的话 你可能就看不到这些广告 你可能看到是汽车3C产品的广告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知道你的区 知道你是谁 所以他分析给你 给你一个 一个重点的一个广告 目标广告 所以这就是一个巨量之要的一个概念 OK 那我没有兴趣了解 到底什么是大数据呢 可以再看这支影片 那另外的话就是虚拟货币的部分 各位现在常常听到 虚拟货币 还有非同质化代币 NFT这个概念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多做了解 那非同质化代币 我简单分享一下就是 叫NFT 他一开始的话 他主要就是针对这种 网路上的艺术创作 作为让他们有一个 价值的一个展现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在网路上的艺术创作 你一张图一个照片 我才简单的轻易的就被复制 就被拿走 被夺取 没有一个数位的一个认证 像我们的身份证 像一个商品都会有一个验证 都有一个他的生产码 生产码来做一个记录 那这种非同质化代币 开始原始的初衷 就是为当这种数位艺术作品 他有一个生产的履历 当你在进行买卖的时候 他会有更获得保障 因为有这个生产的履历 在网路上才能够有进行交所谓的交易 让这些数位创作者 我就有可以靠 因此有可以靠这行办来吃 当他把他的商品卖给第二个人的时候 那这个网路上面就会记录说 他这是创作者是谁 他卖给第二个人 卖了多少钱 然后第二个人在卖给第三个人的时候 第一个人还是可以拿到钱 甚至他知道第二个人把这个商品卖给第三个人 因此甚至原始的创作者还可以拿到一些分论 OK 所以大致概念 那这边我有一个实例 就是我当初去参加这个 阿妹的隐藏会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削头 现场的来宾 现场的所有的观众 都可以拿到这个阿妹的NFT 给大家分享一下NFT大概长什么样子 好 那这就是我拿到的阿妹的NFT 那这所有的观众 我现场的参加者 他的NFT都是不一样 那我的编号是009452号 你说这能干嘛 其实我也不知道能干嘛 但是或许他就是 像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趋势 那这阿妹的NFT按下去 还有声音 还有声音 所以是会运动创作 OK 那你说这是什么 可以复制吗 你也可以轻易的复制他 可是在NFT世界里面 他是有一个主机举例的一个记录的 OK 就是大概是NFT的概样 那很多都是11张图 或一系列的套图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再去研究 好 那甚至网络上也可以借贷 叫做P2P借贷 那很多人 也对于这种科技金融的一种兴起 提出一些质疑跟反思 到底这是金融的创新 还是骗局呢 好 那这边的话有一些活动跟讨论呢 这边老师们可以看一看 如果有兴趣对于这个网站上面 可以发表你的一些看法 然后再来呢 这边有些教学的讨论 就是希望可以应用在教学当中 就是可以看讨论讨论 电子商务跟传统购物的优劣 还有去思考一下 让学生 还有你自己也思考一下 网络购物可能产生的风险 还有一些防范的机制 像我刚才讲到第三方支付 也是科技的演变下 还有金融法律制度的一个创新下 第三方支付 像来反制这个风险的部分 这边都可以让学生们去了解一下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到数位通讯这个部分 那数位通讯的部分 我这边把它简单一个主题 在要就是说 发达的网路改变了我的通讯世界 像过去传统的BB Code 公共电话 传统电话 图线四维 那从小孩到大 人手 以及我们对于各式各样的世界 连结房子 从LINE FaceTime E-mail 社群网路 简讯等五花八门的通讯APP 重新结构了我们对电话的想像 像多媒体的影音 动画梗图语音 让我们这个通讯 不仅只是科技 而且变得更富含文化与想像 那过去呢 大家就是通讯就是打电话 就是传递重要的事情 可是现在通讯 变得不一样 可能是一张图 可能是一个短片 可能是一个火新闻 或者是可能是一个铃声 可能是一个录音档 各种媒体的诞生 让整个通讯 变得好像变成是一个文学创作 艺术创作的一个空间 OK 那我们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一些关键字 就是网路文本 还有Test部分 Hypertest 就是所谓的一个超文本 超文本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上面的文字 很多都有关键字都有超连结 你可以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随时连结到 其他的关键字的内容 那这种超文本的诞生 是我们网络时代最 最著名的一个特性 因为网络时代就是很多的 超连结去 点来点去 点来点去 所构组的一个文本世界 那跟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 书籍文本 是非常不一样的 比较强调 过去强调是线性的阅读 那网络文本 强调的是跳跃的思考 随时都可以跳 那在文学上面 你就会有 因此会有一个所谓的 听过一个提出叫做 罗兰提出的什么作者已死 网络文本的出现 让乐听人有非常大的空间 自由的空间 自由的跳跃 甚至产生更多的更不更可更多的联想 更不同以往的一个诠释 这是网络文本的部分 再来的话就是语义网络的 这关键名词 语义网络的部分 有兴趣的话 就是说这种网络上面的这些 相关的词汇的一些节点 把它构思下来 可能就成为一个电脑的一个思考的模式 也是用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的一个 判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发迹点 发迹点 就是网络上面 传达一个知识概念的一个模型 有点线构成的网络结构 所以非常的复杂 有兴趣的话 再去了解 那跟大家比较相关的 就是资讯视觉化 那为什么资讯视觉化 跟大家有相关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疫情时代 每天大家都会收看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 每天都会开记者会 开记者会 他一定会拿出他的手稿跟图卡 甚至他有政策的话 他一定会配合他的海报 就是现在资讯实在太多了 我们没有办法 也没有这个耐心 去看很多很多的文字 甚至也看不懂 因此很多很多的文字 很多很多的政策 或者是教学的内容 最好能够转化成简单的图片 甚至简单的动画 来引导阅听者 去了解你所想要说的内容 就是所谓资讯视觉化的概念 好 再来的话就是一些 网际网路的用语的一些转变 网际网路是因为网路上的媒体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点击看 今年还很超 去年变脑梗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过去有哪些网路很红的词汇 那现今就听不到了 马上就没有了 那最近有哪些网路很红的词汇 这都代表一些网路文化 网路文化的一些非常的快速 非常的快速的发展跟演变 ok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民营 那我觉得民营这非常非常有趣 如果老是在做教学 尤其是对中小学生的 资讯教学的话 可以试图去了解一下到底民营是什么 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 非常在社群网路社群上面 都会看到很多人 除了发打文字之外 他最多人就是发的就是梗图 一个梗图可以代表他的心情 甚至代表他想要说的话 千言万语说不尽 千言万语说不尽 一言难尽 但是靠一张梗图 他就会让很多人 发表他的心情 抒发他的想法 让乐听者有很多很多的想象 这也是网路文化 当发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因而诞生的一个 一个文化 新文化的一个东西 名词叫做迷因 我们最常来举个例子 疫情时代 你出去干嘛 买快筛 买完快筛干嘛 在家待着 为何待着 出门很危险 那你出门干嘛买快筛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迷因图 它目前最近在网路上流传 为什么还在网路上 因为最近快筛的议题很火 那你过不久后 可能你看到相关的一样的图案 你看这已经改成不同的主题跟内容了 这就是一个迷因文化的 迷因的一个展示 迷因的展示 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图 很多很多的图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梗图产生器 老师没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自己创作迷因或带学生来创作迷因 梗图产生器 所以让给大家实作的部分 实作的部分 ok 那再来的话 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这个也是在学生 尤其是小学生 非常火红的一个名 叫做杰哥 那杰哥这部影片 其实是在七八年前 教育部的一个反性侵害的一个 性教育的一个宣导影片当中 它创下一个记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哇 他的受乐听者 乐听人 收看的将近百万人 而且他这个七八年前拍的影片 到现在的内容 甚至一些关键字 学生现在还朗朗上头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四个字 杰哥不要 甚至因而产生了很多迷因 藉由迷因这个议题 我们可以让 了解学生 他们的网络的流行文化 到底在玩什么 知道什么 ok 所以这个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去看一下 非常 应该是教育部 或是整个政府 有史以来最一 最成功的宣导短片 政策政令宣导 教育宣导短片 好 那当然 教育 网络 这个东西发达起来 也是 除了关注我们年轻的朋友之外 他也非常有人性 长辈也是有他的发表 发表的空间 像是所谓的长辈图 长辈图 在非洲每隔60秒 就有一分钟过去 因而也有长辈图产生器 可以请他 有兴趣的人来做长辈图 相信大家都搜过长辈图 在长辈图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出现 难道这也是所谓的 比较年纪大的族群 关心网络 参与网络世界的一个方式吗 的确 那这部影片非常有趣 他街头访问了很多长辈 为什么你会做长辈图 你收到的是有什么样的心情 或者说你对于长辈图有什么看法 那这边在讲一个就是 关于比较特别的教育 简讯文学奖的部分 在过去几年 我们传统的认知文学奖都要 肉肉等 肉等 都要长篇大论 至少要写个三五千字 可是现在的 网络时代的文学奖 看来第一名叫做想我想我 这是由台科大举办的 想我来 就要叮咚我一下 这个想 拎一下 这就是一个网络时代最好的一个诠释 讲再多都没有用 想我想我这四个字 给大家无尽的想像 到底这个想是什么意思 表显了什么意涵 各位老师们应该也会有感触 所以这个数位时代 家长不断的叮咚叮咚你 叮咚叮咚你的line群组 当然这就没这么浪漫 不过这个在数位时代的发达之下 的确这是我们一个生态 跟我们大家的一个现况 什么要面对的问题 每天不断的叮咚叮咚叮咚 好 再的话就是所谓网络的直播 这边先大家先欣赏一个 关于网络直播的影片 有兴趣的可以拿来应用 好 那在教学活动上面呢 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现在很多同学都有一个 当直播主的梦 那这这部影片的话呢 可以让学生了解 直播的 直播当直播主背后的一个心酸 跟他们的工作的一个生态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快乐 也要非常的竞争 甚至也有一些风险 老师们可以去引用 OK 好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 在数位素养的部分 在数位素养的部分呢 我们什么叫定义素养 素养这个主题是比较蛮重要的 那我们把数位素养定义为 利用认知和技术啊 是用 资讯和通讯的技术来寻找评估 建议交流资讯的能力 也就是说 虽然现在大家都有装置 都能轻而易举拿到这些资讯的设备 然后大家甚至有手机平板 然后你有两只手机 两个平板 是还有笔电电脑桌机 什么都有 但是学生们都有 家里人会供给 但是你拥有 但是你并不代表你会使用 因为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很多 比如说留言 很多谣言乱传啊 然后网路霸凌啊 网路诈骗啊 这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你素养不够 你被诈骗了 因为素养不够 你不小心泄漏你的个资了 就算你有再多 拥有很多高科技的装备 最新的iPhone 也没有用 因为你就是不会运用你的素养 甚至你不会去辨识 这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 连Google都不会用 你只有 你只知道你会上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强调的 一个部分 要增进学生 跟老师们自己的媒体素养 OK 那这边的话呢 就有一些相关的影片 给老师参考 教育部在推广的 眼见为师 可以放给学生看 也让老师了解一下 到底是 教育部怎么样推动媒体素养 媒体素养 到底谈的是什么 那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关于科技 应有必备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知识跟素养 那这部这个是截取 数位时代的一个杂志 杂志的一个图片 那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网路的发展 我们在1995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网路时代的开始 其实网路 时代到距离现金也不过 也不过才30年左右而已 30年左右而已 但是它的发展的速度跟改变 创新非常的蓬勃 那横走就是时间点 那纵走的话就是一些关于网路时代的一些指标公司 指标公司他们的一个营收 他们的一个市值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1995年网路发达 那再来的话就有所谓ICQ Yahoo挂牌上市 Yahoo算是很早就这个网路 很早期就创立了一个网路巨人 网路巨人 然后1997年 然后1997年 台湾的这个什么 轰达电 然后开始PCOM Online 都台湾的一个传统的一个 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个电子科技 科技的一个厂商跟媒体 然后再来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什么 PS2 PS2 PS集团 Wintail成立了 然后Yahoo股价创高 代表这种 网站 网站这个概念 但是那时候是非常创新的 而且是 路口网站 就是Yahoo上面 结合了非常多的内容 什么内容都在上面 大家让 那时候非常的震惊 一个网站可以提供这么样多的内容 各种各样的东西 商品啊 新闻啊 因此那时候非常的 Yahoo非常的热门 非常非常的热门 好那再的话就可以看到呢 这边不断的发展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这边呢 再会有 掉下来 这边有一个地方掉下来 这边在2002年 2002年 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打抗泡沫化 打抗泡沫化 科技泡沫化 就是大家太笃信 因为以为网路能够解决一切 能让所有公司都变有钱 所有的公司都马上都架设网站 不管这个网站对你有没有实质的帮助 都花钱去架设 都要有一个打抗的一个网 网域名称 后来呢 发现了 诶 你的实质的内容啊 并没有转型 虽然你有网站 但是并没有创造大量的营收 反而科技 最后究竟是这样泡沫掉 所以中间网路的发达 并不是各位所想象的 是一路往上冲的 是有一个经历一个网路泡沫化的一个过程 那后来毕竟还是一个 可 时代的趋势啊 Skybee啊 社群网站啊 这个Link Link Link这一个社群 他甚至社群网站 他比脸书还早成立 他是比较偏向一个专业社群求职工作者的一个 网站 iTunes Store啊 在2003年 2004年这些都成立了 然后在2004年 2005年 Gmail的推出 Google的上市 那 这个Google的上市 其实也是宣告彻底改变我们 人类的一个发展 因为Google提供了大量的搜寻 资料库 让人类能够很 网路这个东西 变成了人类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不像过去Yahoo只是提供 传统约定的一个被动的资讯 但是Google可以让我们主动的去搜寻很多很多的东西跟资料 那开始让人们觉得网路的好用 不仅可以帮助工作帮助学习 因此慢慢的仰爱Google 所以Google后来也变成了网路的巨拨 然后YouTuber 那大家也知道YouTuber后来就被Google给并购了 那Web2.0 贾博斯的iPhone iPhone定义了智慧型手机 那宏达电其实后来也推出了Android的手机也算是第一 可是非常有名 相信很多人也曾经拥有过宏达电的手机HTC 它还发生了金融喊嚣2008年 我相信大家会非常的有感觉 那金融喊嚣后来呢 也诞生了像Airbnb Dropbox或者是说Spotify这种串流的网路串流的服务 然后Geeks这个网路募资 然后Uber Uber就是线上轿车 线上轿餐 线上的一个服务 然后彻底来改变我们传统过去的一个交易的思维 商品外送啊 用网路轿车 这种新的金融创新的一个思维 Line啊通讯软体啊 然后慢慢的演变到这些不断的上市 不断的往上升 这些公司的市值也不断往上发 也证明的就是我们网路的发达 是不断在创新跟发展的 不过中间也会经历的一些涟漪 或者是一些挫折 不过整体趋势是向上的 老师没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看看这一本杂志 这本杂志 在8月号这一期 他这一期刚好是网路发展 第20年 20年1995年到2010年的时候 他一个特别号 他介绍了很多网路相关的知识跟概念 还有我刚刚那张图也是他附的 ok 好那在网站应用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政府因此也成立了非常多的网站 像这个市时查核中心 好 台湾市时查核中心 这也是非营营 总之都成立的网站 可以看到每天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假消息 好非常非常多假消息 好那最近在大家在打疫苗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疫苗当一个 那个时段在红什么 就关于那个主题的假消息 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假消息 其实可以让老师们跟学生们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有假消息的出现 是不是有商业上面的竞争 好这或许是一个 ok的正常的一个逻辑 今天传出辉瑞疫苗 是会有注射麻痹的问题 是不是可能是其他竞争者的品牌 所提出的一个假消息 假新闻来打击辉瑞这家公司 好这是让学生有一个逻辑的思考 为什么会有假消息 好再的话呢 就是还有一个网路温度计 这个网站呢 他会用大数据去分析 最近在红的人是谁 红的人是谁 每日调查 有哪些主题是很红的 有哪些人是很红的 然后大家可以去 虽然你可能不常上网 或者说你对网路啊 没有这么了解 但是你要做网路相关新闻 或教学主题的时候 你可以上去了解 最近在红的东西主题 人物是谁 很快的算是个大补帖 还有Google Trends这个网站 也是非常的好用 只有让你了解 可以搜寻一下 比如说买快塞这个 这个网 这个主题 我们可以了解到 哇 为什么那时候大家 会买不到快塞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火红啊 大家都从4月 如果疫情爆发的时候 大家都在搜寻快塞 搜寻快塞 热度非常的高 现在慢慢降温了 相信大家现在 也会比较好买 然后快塞了 那 才能分析一下这个区域啊 哪些区域在查 这些关键字的话 特别多 跟疫情 的一个发展 而重灾区域也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Google Trends这个东西呢 也可以让大家去快速了解 现在网路上的一些 关键字 火红的程度 或是你自己 针对你今天要教学的 网路相关的教学的关键字 去查一下这个主题 到底红不红 有没有过时 在哪个时代 他是最红的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这里是一个工具 好 那再的话就是强调的 就是媒体素养 那你这则影片 这影片非常的优秀 特地的高 跟大家分析 到底怎么样是假新闻 怎么样破解假新闻 然后可以请老师们来 把它放在 当作你课程教学中 一个很好的影片 很好的影片 很优质 非常非常完整 内容非常丰富的一个影片 好 再的话就是内容农场 这个关键字 有康天放这个字 这个字啊 在现在非常火红 因为前阵子不是有传出 一个某位郭姓艺人啊 他在提出了一个 网路上转传的一个line的对话 说很多的孩子应是走了 好 因此在社会上先进相当大的 舆论跟风波嘛 所以比如说 有一些长官啊 就说要查 要查 要查 最后 因而衍生出这种 所谓的 内容农场 这个东西 那内容农场 大家可以 可能搞不太清楚 是什么东西啊 简单来说 它就是有点类似于 像雅虎奇摩 过去我们台湾的雅虎奇摩 世界上 上面什么东西 内容都包罗万象 很多人撰写各种各种内容 尤其在对岸 人多嘛 所有的内容 他都把它 都有很多的作者来去编撰 当你每天去搜寻 比如说 比如说 今天我肚子痛怎么办啊 今天如何 增加势力 如何进行吃力保健 去做一些生活日常的 关键质的搜寻的时候 你都会去查到 我这些内容的农场的文章 可能都会在搜寻的排序 前面三四位 然后久而久之 去一直搜寻搜寻 你就会相信这个内容农场 是ok的 因为他对于你生活的一些 知识确实是有帮助的 你就会习惯了他的东西 所以他就是内容 他提供了非常多的内容 可是 这次还是在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 跟我们还没有相当大的第一关 如果今天偏相到 偏 大概相关 关于我们一些政治的主题 或者是说 一些民主意 意识 或者要讨论一些 比较严肃的议题的时候 有一些价值观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些内容 你也会搜寻到内容农场的文章 学生也是 他就会相对的 就会在灌输你这些 概念 灌输你这些概念 当你今天不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公民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学生 因为你过去 你搜寻的东西 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习惯他 有他的存在 所以你在进行一些 比较严肃的主题 比如说政治啊 比如说民主啊 这些相关的内容的一些搜寻 你也会搜寻到他的东西 你也会慢慢的相信他 因为他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当中 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假消息 甚至一些影响政策的一些内容文章 也慢慢的在上面 不断的被创造 然后去影响化我们的判断力 和我们的思维 随时要内容农场 大家有兴趣吗 可以看一看 OK 好 这边 有一些相关的主题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些很新奇的名词啊 元宇宙啊 然后演算法 演算法 为什么YouTuber总是能够去算出 你接下来想要看的影片 因为他有一个远算法的机制 Netflix也是 他为什么会推出 会用这个影片来推荐你 跟我也说 这个影片98%适合你 因为背后都有一个演算法的机制 还有所谓的剑桥分析 剑桥分析的话 就是在我们家庭素养 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 就是因为川普 川普当初被人家指控啊 无何利用这种各自的 网络各自 利用社群媒体的行销 利用内容农场的行销 来帮助他当选 因此有一本书 哪一家公司 叫做剑桥公司 来负责来帮他执行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把 叫做剑桥分析 藉由数据的操控 跟进入的广告 也能改变这个世界 也能影响到你 也能影响到你 OK 那有兴趣的话 可以当作一个主题 那接下来的话 教学活动的话 其实我蛮推荐 就是所谓的懒人包制作的 大家都听过懒人包 懒人包制作 其实没那么简单 你就必须要去设定一个主题 然后安排 安排你要怎么样去创作这个懒人包 甚至还有图文的创作 资讯视觉化 然后去怎么样去收集知识 然后 藉由懒人包这个制作的活动 可以让学生去了解 怎么去创造资讯媒体 资讯媒体 而且要精准的 不是肉肉场的文字 肉肉场的文字 可以让学生训练媒体这个概念 是如何去运作 去传播的 OK 好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进行数位理解 那数位理解的部分 就是网络理解 那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最近 大家都是远距教学 你会发现的 你会看到 好 你会看到最近 大家常常会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人 他这边就是网络上面 搜集 有人就是 因此 创造一个社群 要搜集大家的课程 Google Meet的课程代码 他要进去闹场 那有些学生就会 把这 老师的课程代码交出来 交出来 然后最后有人跑进去闹场 可以看到 好 好像我的学生 他就 他没有把他 我的课程代码交出来 可是他自己就改 把自己的帐号改了 他变成新入市政府教育局 好 那加入我的 现场的教室 好 那还有吓一跳 就是有点像那 不过我们在 不过这是在 因为在我自己的课堂 很了解他们在干嘛 好因此 我并没有 还并没有 完全被吓到 马上就被我试破 被我试破 如果今天他 这位学生是跑去了 有别人的课堂上面 那的话可能就 引发 比较严重的问题 引发严重的问题 好 那这边是 相信不知道各位 各位老师在这段期间 有没有看到一些 学生莫名其妙 把自己的密的帐号 把它改成一些 譬如说一些政治人物 民心 或者是奇怪的一些组织 单位 那这就是所谓 我们所谓 要强调的网路理解的部分 网路理解的部分 还有一些聊天用字 就是心理学 大家在用line聊天用 哎 叫line聊天啊 你有一些名字 一些词汇 它到底都代表什么意思 会不会给人家不好的感受 就像你 你常常在line上面 收回你的讯息 到底 这样的观感好不好 好 好 这是一些网路的一些文化的 礼仪的一个 一些看法跟想法 ok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那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教学资源 就是这个网路霸凌的示范教材 这个是公式主题的 示范教材 在加拿大发生的实际的案例 已经被编制成很重要的教学教材 网路霸凌 还有一些教学的资源 你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接下来的话第六点的话 就是要强调的 就是数位法律的部分 数位法律的部分呢 有一些关键字就是 譬如说就是cookie cookie的话就是像饼干一样 就是其实我们在 在浏览网站的时候 网站都会传送给浏览器 一些重要的资讯 网站会把你浏览器上面的一些 资讯给记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破壁 所以你现在在浏览网站的时候 会有一些隐私权的政策 他会提醒你 要不要让你这个APP 或让你这个网站 去记录使用者的资讯 那记录有什么好处 他会记录你个人化的一个消息 个人化的一些设定跟资讯 当你下次浏览网站的时候 他可以给你客制化的内容 跟 譬如说记住你的密码 记住你习惯喜欢的新闻 他就会推播 比较精准的新闻内容给你 这就是类似cookie的概念 可是相对于cookie 也为我们带来一些隐私权的问题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是deepfake 就是也是前阵子在非常 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的APP 可以去改改变你的面容 变老变女生 或是变的什么 变造型变胡子之类的 那前阵子也发生了 比如说网红 之前网红小玉事件 他是很多学生心目中的一个偶像 他就是用这种深度伪造的技术 然后侵犯了非常多人的影子学 甚至被告 那这边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议题 也是非常火红的 好 变连了一些程式 APP 还有Netflix相关的影集 好 还有就是所谓的暗网 其实网路世界上面还有一个 我们大家常用的网站 是有经过 算是政府在审核把关的 跟网路一些公司 他在有做筛选的 比如说你今天可能骂账话 骂怎么样 他就会把你滤掉 或是说你今天在做 教你怎么做炸弹 教你怎么自杀 就会被人家检举 这些 这算比较正常的网路世界 那另外的话就是所谓的暗网 另外一个网路 会让你查到一些 有的没有怎么制作炸弹 这些相关的 比较非法的一些内容 都会存在暗网当中 还有个字法的部分 各自法部分最经典的案例就是 台中一中的音乐课冲突 在老师学生拍老师 老师要收证学生 中间有很多的 很多的增值 那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看法 还有数位遗产的概念 然后免费软体 共享软体跟自由软体 到底是什么 各位老师在用的软体 现在很多的所谓的免费软体 不代表你能够贩卖 不代表你能够改做 那共享软体 就是很多公司 他们在发行政治软体之前 他会先给你试用 给你试用 那自由软体的话呢 自由软体的话 它就是一些开放原始 可以让 欢迎大家去使用 去改造 但是不代表你能够贩卖 在使用软体上面 有相当大的规范 所以你在 在给别人家软体 甚至放在你自己的网站上面 你要非常注意 你到底这个是什么软体的类型 OK 还有相关于现在就是 非常火红的就是 肉搜这个名词 在Netflix这一部影片 拍了三集 在讲肉搜 网路搜索 他们如果在网路上面搜索 这个犯人 但是肉搜这个名词 在现在也非常火红 到底是不是一种正义呢 也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探讨的空间 还有所谓的著作拳法的部分 还有少年法庭 你这Netflix的影片 到底是少年办法 需不需要判刑 在这部影片中 也做了在韩国 也是网路非常发达的国家 也做了很多的一个探讨 你能省思讨论 还有网路著作权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下来到第七点呢 数位权利与责任的部分呢 那数位权利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使用电脑的一个权限 那这边的话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是所谓创用的信息 因为大家现在使用了网路的素材 非常非常多 但是你使用的素材合法 因此呢 就是有政府 机关组织提出了一个创用信息概念 叫做合理使用网路支援 合理的使用网路支援 它的内容有点复杂 也有 但是蛮不错的 大家可以欣赏这个影片 就是在使用这些网路素材的时候 你要记得如何要 不要侵害到创作者的影子权 比如说你要标记上创作者的名称 然后你不能够 不能够把它改制 你也 必须再分享下去的话 分享给别人的话 你必须要使用同一个分享的模式 这是网路上在分享一些资源的话 有哪些一个机制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 叫创用信息 那二次创作 大家就听过 叫古阿默这个人 这个名词呢 到底二次创作犯不犯法 虽然古阿默被很多人告了 很多电影厂商告了 他这种剧透的方式 确实感觉好像会侵害到电影 他们创作者的一个市场 有人可能看古阿默的剧透之后 就不想去电影院看 可是目前古阿默在YouTube上面 他的影片并没有被下架 所以有时候这种科 这种科技走在法律面前 科技跑得比法律快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问题因此诞生 很多很多的争辩跟纠纷也因而产生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另外的话就是所谓公共政策参与平台 别忘记各位数位 大家都是数位公民 你也有权利 而且更有能力 更有更能够快捷的去表达 你想要表达的意见 像公共政策参与平台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公民 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想要让 想自己的议题 希望大家能够认同 能够认同他 认同他 那就可以提出 如果你今天的这个议题 大家很多人附和 很多人赞同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政府机关的决策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有权利 这也算是数位公民应有的一个 政府应该给我们的权利 就是发表我们新的想法看法 想要我们想要争取的权利 都可以在这公共政策参与平台上面提出来 好 电子公民网路投票 在爱沙尼亚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施行 台湾未来应该也会朝向这个趋势去做 这里可以看一下 好 然后再来是open data这个概念 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因为身为数位世界 数位公民 我们的很多的资料 其实被政府拿去搜 被政府搜集拿来利用 那相对的政府应该把他们搜集的资料开放出来 让大家了解到底有哪些数据 有哪些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去参与相关的数据 相关的数据 好 点进去看一下 有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你的薪资啊 薪资啊 薪资啊 然后 你的 政府的统计啊 都会看得到 比如说我的统计理财 好 看我随便点进去哦 借贷的比例啊 商业人口加速 退伏基金 运用的信息 这可能就跟大家相关咯 大家都有权利去知道 政府也必须要提供这个公 这样的开放的资料 让大家知道 因为我们都是身为数位公共 好 好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数位健康 那数位健康其实就是很生活 就是电脑的使用知识 还有一些网路评量的成瘾车炎 那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 让大家知道 让学生能够去实测一下 到底有没有网路 包含老师你自己有没有网路成瘾的状况呢 那这边我要推荐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的话也可以用在演习上面 它叫做云端情人梦 云端情人 云端情人 那也是一个得奖的影片 非常好看 好 这个主题比较简单 好 我们都在讲这个 机密性完整性跟可用性 那机密性简单来说呢 就是说 今天当你 比如说学生的一个 学校有很多学生的个子 还有学生的辅导资料 那这个辅导资料呢 那底因来说 应该只能给让辅导老师有存取的权限 就最高存取权限 那其他人不是相关的人士 除了导师跟辅导老师之外 不相关的人士 甚至家长都不应该能拿到这些机密性的资料 不能够轻易的被露出 被人家拿走夺取 这就是机密性 那完整性的话就是说 当我们要去搜寻这个资料 比如说今天导师要搜寻这个 这个被辅导同学的个案的一个记录的时候呢 都能够彻底的看到他完整的报告 而不会说他因为他转学了 他的报告就不完整了 没有完整的一个交接跟记录 所以他完整性 那再来的话就是可用性 就是当这一个资料的时候要使用的时候呢 马上就能够去使用 马上就能够到资料库里面捞出来 不会说大家的账号密码忘记了 交接过程发生的状况 这样账号拿不到 密码不知道忘记了 没办法可用 没办法可用 没办法可用的话 就会出现很严重的状况 所以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这做一个简单的举例 生活例子的举例 然后大家就是一个资讯安全最重要的 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这边有更多的内容跟议题的探讨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网站的内容 另外的话就是学校 会有一个校园自通安全报告 就是 为什么今天这个议题这么重要 其实就是 每个学校每年都会说都要进行制品的部分 到底去探讨一下学校到底安不安全 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网络安全的部分 然后系统安全的部分 有些非常非常多文件要去填报 再来的话就是教育部自通安全平台 就是说当学校 大家可以发现在学术网络下面 其实它受到保障 当你被病毒入侵的时候 学校的相关的组长 或职讯长或组长 就会通知你的电脑被入侵了 你可能要先进行断网 或者用病毒扫毒一下 用扫毒软件扫毒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提报到 这个教育部自通安全平台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常见的 所谓入侵攻击 跟网页攻击 那入侵攻击的部分就是说 很多人会有所谓的僵尸跳板 会植入到你的电脑 植入到僵尸病毒 然后你的电脑就变成一个跳板 会进行 然后当很多人的电脑被植入 这个僵尸病毒的时候 它就可以一起发动攻击 可以瘫痪网站 譬如说政府机关的网站 好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讲成 是一个分段 叫做 分 分算是阻断是攻击 叫阻断是服务攻击 叫DDOS 那有兴趣的话就了解 就是 就是简单来说 用生物脑的例子来说 就是说 我跟大家讲好 我 我就是打电话 跟100个人讲好 打电话到那家公司去 瘫痪那家的电话号码 该打电话的人 想打电话的人打不进去 打爆购物台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电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每个人都在这个时间内 因为电脑被植入僵尸了 它就控制你在这个同一个时间点 一直去连线 请求电脑 对方的电脑主机进行回应 那个网站超过负荷就爆掉了 就有点像是抢票的概念 演唱会门票 很多人 在这个时间一开放 冲进去冲进去 然后就爆炸 流量就爆 类似这样的概念 所以这也是可以经由人为去控制 去设计的 只要在你的电脑植入的病毒软体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所谓 学术网路治安事件的比例 就恶意网页啊 很多很多的网站啊 比如说 你点进去啊 他可能会骗取你的个人的资料 那这种的话 我们也把它叫做钓鱼网站 钓鱼网站 好那包含的个子保护啊 个子保护的问题跟社交工程 那社交工程这边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过去有进行 就是在我们的主管机关 有进行一个实验 就是他会寄一个社交工程的 email的文件 到你的公务信箱上面 那可能这个文件的标题啊 是非常的 比较有人 比如说 欸什么 学术研讨会 请报名参加 你点进去的时候啊 请你下载 学术文奖会的附件 点进去的时候 你就中计了 你就中计了 那他可能就知道 僵尸病毒 那或者说 这是什么折扣折价券 欢迎各位教师会的人 来参 来参加了领券 领券可以有 优惠有折扣 旅行 寒暑假旅行社的折扣 结果你点进去了 你就被植入病毒 这是所谓社交工程的一个概念 那学校之前有在做一个这样的机制的一个测试 测试 然后不同的学校就可以解决出哪间学校的行政人员呢 会被因此受骗的比例比较高 因为学校在推行在这个资安的概念是比较好的 比较没有人去点击到他 所以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议题 然后社交工程诈骗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听的大片图这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非常的经典 钓鱼网站的话呢 就是大家知道的 会设计一个假的网站来骗你 那大家可以看到真的网站的话呢 应该会有这个锁头 这个锁头的话它就HTBS HTBS的话就是代表是一个 有经过一个凭证的认证 那如果他今天像我们的Google网站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做 我简单做一个假的Google网站 然后呢要你登录 要你登录 那我就骗取你账号密码 对啊 所以大家在Google网站的话 也一定会有这个HTBS 就是加密认证的这个部分 因为Google网站实在太容易被仿冒了 对不对 它页面只有一个搜寻的栏位而已 所以很多很多的网问 网路站的问题 也是因为钓鱼网站 的新奇 新奇 骗你的账号 然后进去个资 然后用你的个资 用到用你的账号再去骗人 请他汇钱给我 紧急发生什么状况 来骗你的网路上的社群媒体上面的好友 甚至亲人之类的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相关的影片 然后手机行动通讯的安全 跟行动支付的诈骗 密码的设定 非常的小心 跟现在最近最流行的就是一页式诈骗 叫买快塞 买快塞 大家买不到 好 其实网路上就出现了这种 脸书啊 成立了一个快塞的一个 行销广告 你就很相信他 你就是汇钱过去现在没有给你 然后你要 当你没有收到产品的时候 或产品有问题的时候 你要敲 叫找脸书的 那位卖东西 那个卖家 那卖家已经把他的商店给关了 甚至把你踢出去了 他继续骗人 这一页式网站 因为现在在社群媒体非常的发达 大家很容易 有心人是 骗子很容易就能够架设一个简单的社群媒体 应用一个社群媒体进行行销 然后或者是架设一个简单的一页式的一个网站 做的有模有样的 那你就相信他 你就汇钱给他 然后他这通常都会贴近最近生活的一些主题 比如说快塞 大家都很急很急要去抢 然后就被诈骗 或是说这种一页式网站很容易就是去卖一些经典的一些东西 像衣服包包 名牌包 就骗你 用比较低的价钱来骗你 那你也刷不到他 当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他已经把这个网站给撤掉了 甚至他网站上面所有的资讯都是假的 OK 这是最近大家有买快塞被骗了 脸书上面很多很多的广告文 卖东西的文 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一页式诈骗 卖鞋氧机 卖奥运球鞋 很难抓很难防范 OK 那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一只手机都被骗了 因为一只手机被骗到倾家荡产的状况都有 所以因为资讯的发达 大家所有的资讯 所有重要资料都资讯化之后也因而带来相当大的风险 所以非常非常小心这个治安的问题 好那这些治安的一些教学的网站跟主题影片 可以放给学生看的 都在这边 好那这边的话 那就是我们第九个主题 第九个主题 简单介绍在这边 那今天这是整个是我们数位公民的线上的一个影片 那浅浅介绍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那跟大家分享那这个网站的内容 主要还是 终止还是 这个网站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教学上面 能有一个依据跟一个内容的素材 那我会不断的去更新这个网站的一个内容 新的一些内容 或者是发生什么新的事情 新的一些名词我去把它拿进来 然后欢迎各位老师 如果有些新的想法教学上的内容 或者针对这网站的主题 有一些看法 一些心得 想要分享的东西都可以跟我说 怎么跟我说呢 你可以在 关于这边找到我的相关的资讯 找到我的相关的资讯 可以写信给我 写信给我 写信给我 都可以 你想提供任何资源 分享你的教学 数位公民这项教学 都可以 所有的话你想说都可以说 我都会把 让这个网站呢 变成一个活化的一个网站 不断的更新内容资料 能够帮助大家进行数位公民这项课程进行 OK 希望这个网站和今天的演习 给大家都有帮助 好 那就谢谢大家 拜拜